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残桑业造就了文明于世界的古代丝绸之路 如今中国残桑业科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一切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在残桑科学界的重大突破有着密切的关系 向仲怀从西南农学院残桑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由此开启64载的残业教育与科研生涯 向仲怀说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 农方立国孕育了华夏文明繁荣了中国经济 丝绸曾是东方文明的象征 更架起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 残石当然反源于中国 这个世界的工人 中国应该说是一个农商离国的国家 这个桑树 残商在离来都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是残丝业的发祥地 然而残业科学技术在历史上经历了从中国到欧洲 从欧洲到日本 从日本再回到中国的三次大转移 21世纪初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 水稻基因组计划的发布 基因组成为国际上生物科学领域竞争的焦点 2003年 为了中国能在基因知识产权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向仲怀率领团队赶超在日本之前 绘制完成世界上第一张家残基因组框架图 被业界称为21世纪新丝绸之路的里程碑 我觉得我的目的是要整形我们国家的产业科学 我要找出产业发展的路子 我要找出这个 所以我是有几个目的的 一个要有成果 要通过这样一个事情来培养一批人才 搞基因组的人才 此后向仲怀有带领团队陆续完成了 加残基因组精细图 遗传变异图 桑树基因组 加残微包子虫基因组等一系列科研突破 向仲怀表示传统的复仇之路主要是以残桑为基础的复仇产业 而21世纪新丝绸之路是以基因组研究等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 高质量发展的现代残桑丝绸产业 过去我这个残桑的体系就是栽商养残 它是就是这一套 现在来讲技术体系 多元化的体系 它形成一个若干个新型的产业 以残桑为基础的那样一个国种新的产业体系 向仲怀表示要将残桑融入现代产业体系 吸纳现代科学成就 不断适应市场需求 以此引领中国残桑学科重建与产业重构 21世纪新丝绸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